憤怒的示威者朝武警拳打腳踢 投擲暴獵物 暴力場面嚴重到連北約都得出動大批 違和部隊上街維護秩序 東南歐國家科索沃境內 長期對立的阿爾巴尼亞 以及塞爾維亞裔人士 近期因為地方選舉爭端 再度爆發種族衝突 造成多人受傷 包括25名北約違和部隊士兵 科索沃北部地區人口 以塞爾維亞驛站多數 他們為爭取自治權 抵制地方選舉投票 然而科索沃政府一怒之下 直接在26號強行任命阿爾巴尼亞人士 為首長引發激烈的警民暴力衝突 動搖東南歐安全情勢 當地時間29日 雙方衝突升到最高點 迫使當地的北約違和部隊 不得不派兵進駐市區 在科索沃北部 最靠近塞爾維亞邊界的 萊波薩維奇市 北約的美軍違和部隊 穿著鎮暴裝備 鎮守市政大樓 防止附近聚集的數百名示威者 發動攻擊 同一時間 有意大利和匈牙利士兵 在街上抵制抗議者 不過有不少違和士兵 遭遇襲擊 而蒙受骨折或燒傷 科索沃種族 紛紛發生抨擊科索沃的強硬措施 破壞了此前科塞兩國 關係正常化的一切努力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更是呼籲各方冷靜 就怕歐洲大陸又會引爆 既烏俄戰爭後 另一場激烈的地緣政治衝突 淮宇新聞 謝忠苑綜合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淮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